实用期里面就是考第一类跟第二类 但是如果说将来你觉得这个实用期太简单 你可以再加考一个第三类 就会是进阶期了 如果说你要再加考第四类 那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专业期了 专业期还有就是说你还要再加什么 再加上选择题20题 一题一分 答错倒扣0.5分 所以等于是说 我印象中好像就翻四题 然后一题20分 然后选择题20分 total70分就会发证照 那开发环境会有JDK 但是没有Eclipse 会有Eclipse 后来跟TQC官方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一般人说真的用纪事本来开发 好像不符合整个开发的潮流 现在整个潮流就真的了 有人在直接叫你用纪事本来开发 那真的太不人道了 再不然你可能要在一个Nordpad++ 至少还有颜色吧 对不对 或者什么叫一个Creator 就是其他的那种开发环境 那第一类跟第二类里面能够学到什么 所以如果说你第一类对于那个物件导向的程式概念 实际上这个地方所谓的物件导向是使用物件的观念 不是去Creator TQC的Java的Plus版本 就会有建物件 就像Creator一个物件的那个部分的考试 那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去使用物件 其实使用物件就是利用类别 把它宣告成一个物件来使用它 所以其实应该讲使用类别的方法吧 那里面的话大概会有这些 基本程式的实作跟那个什么呢 这个资料形态转换 那什么叫资料形态的转换呢 实际上就是说 比如说我原来是整数的 我要把它转换成字串 或者是Double 就是浮点的转换成整点 反正这是物件的转换 转换的方法当然很多啦 这我想是基本的概念 另外的话呢 物件的类别 方法 物件的类别 这个好像叙述有点怪怪的 OK好 方法的继承 建构 然后另外的话乱数 这个也是第一题要考的 就是在乐透彩 比如说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你要总共产生七个号码 那你如何乱数让这个Java帮你产生 那Java里面有很多方法 可以产生乱数的 比如说像什么 Mass那个类别 Mass这个类别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叫random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可以乱数帮你产生 可是它产生的是0到小于1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幅点 一个小数点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呢 你要怎么样刚好 产生的把它变成1到42的一个乱数 这个区间的乱数 另外其实除了用Mass点random之外 其实它有一个类别叫random 其实用random也可以来实作 也可以产生乱数 不过我发现还是用Mass点random 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Mass这个类别它隐含了 它不需要宣告就可以用了 所以很多人觉得奇怪 老师你这个地方要宣告成为物件 才能用 为什么Mass它就不需要 因为它隐含了 什么叫隐含呢 就是它已经预先帮你载到memory里面了 它不用再 因为其实宣告有点像我在memory记忆体里面 给它一个空间 去存放我将来要存放的一些资料 OK 可是Mass跟Stream 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那个类别 它就会隐含 就是直接帮你把它load到记忆体 所以你不需要去再做宣告的动作 然后什么基本函数的使用 另外的日期 时间跟二维阵列 那刚刚考 有没有我们那个问题 问卷里面的那一题 其实是一维阵列 一维阵列还算简单 那还有二维阵列 其实二维阵列用比较多的像什么 其实我常写那个VBA里面 那个表 那个四算表 其实是二维的 横向就列 纵向就蓝 实际上这个观念 二维阵列跟那个基本上也是类似的 就是一个表格 那也就是以后你的database 那你database你load进来的时候 你不可能直接load进来 你要暂时存放的地方 那放哪里最好 二维阵列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这部分好像很满薄弱的 光阵列好像都搞得太清楚 好 那另外的话 第一类就是大概是这些啦 OK 所以有个基本有实题哦 所以你把这实题练熟之后 我相信你这基本的概念应该都有 那将来可能你们去 业界找工作的时候啦 可能第一阶段也可能会给你个比试 也有可能就是直接出个题目啦 也不用上机 反正就发个题目给你就在那边做把它写出来 然后如果看你写的OK 才有面试的机会 如果你写都写不出来的话 那可能就连第二阶段都没有 好 那第二类的话就是什么 资料运算处理 包含以下这些 我刚刚讲的那个mass 有没有 这个类别 因为隐含了 所以它里面的话 包含就是说有一些什么三角函数 平方跟最大值最小值等等的 这些东西 那运算 比较常用的像 刚刚提过 像random 这边有个random 有没有 就是mass 这一个类别里面 所以你可以到那个 一般书里面都有mass 就是mass类别 就是数学方面的类别 然后呢 它有哪些方法 那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官方的那个文件 你可以也可以查一下 那再来就是一个strim 因为不外乎就是数字的运算 不外乎是字串的处理 那字串里面呢 常用的比如说切字串 我希望把字串切从哪边 哪个字切哪个字 或者是一些format格式等等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相关的控制叙述 那这些东西的话 除了说在这边可以看到之外 其实在我的讲义里面也有 或者你找一些相关书籍来看看 那第三类跟第四类就是进阶级 专业级 你说这个当然 其实已经 题目已经很久远了 不过我觉得 考来考去都考这些东西 那第三类这个ADT跟SWIN 其实用到机会非常的少 不过他们的观念 跟Android感觉好像 其实为什么 因为就有点像是怎么样 Android只是说把这些东西 本来在比如说Windows里面秀的 他把它转移到手机上面秀 用法都差不多 比如说你要宣告 你要去把它做连结 你要做一个事件 这观念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会这个 你再去把这个跟Android做一个连结 你会好像都差不多了多少 那还有像整合性里面 可能比较困难的点 大概就是什么 其他这个都会有考到 这个ADT 那个AWT 那SWIN 还有就是说像表格 比较特别就是资料库连结 那当然将来呢 你的那个Java里面 怎么去跟Database连结 这部分我想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两类 我们这一次的考试 没有考到 不过难度不高了 三天要讲完其实有点困难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先看一下那个 第101题 那这一题的话 里面大概有哪一些呢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题目 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开启这个档 JVD01.java 那这个题目将来会放在哪里呢 会放在你的那个 将来的那个测验系统 它会指定告诉你一个目录 在C点底下 请你把它打开 打开里面呢 就会有两题 一题一定是JVD01 一题一定是JVD02 那因为第一类全部都是JVD01 它会随机出 所以每一题出来都一定是01 第二题一定都是02 将来考就考两题嘛 那01是哪一题不知道 所以你要把每一题都练熟 那这边的话呢 请完成底下这个 热透彩 那里面的话 大概逻辑很简单 就我讲的 就是说呢 你要把这个东西 显示在DOS底下也好 或者是说在Eclipse的下方 有个主控台 就是显示出来 然后显示的格式一定是 第一个号码 冒号 零多少 如果是小于十的话 那你就是加个零 就是零几零几 一定是两码就对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该怎么做 不过另外 这边 我看它里面 大概逻辑稍微看一下 最后的话 要把它compile 成什么 JVA01的.class档 所以将来要交的 就这个档 跟这个档 本来是JVD 把D改成A OK 所以这边的话 只是重新命名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 JVA01.class 就compile之后 大概交的 只要档名不要交错 特别说你档名 一定要记得改成A 如果你没改 它可能会算没分 OK 那一提的话 理论上就50分 那这50分里面 其实这个总分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成50 因为它这个比例 是用专业级的比例来看 那也就是说 将来你作答完之后 你要怎么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通过 很简单 第一个 每次执行乱数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六个号码 及一个特别号 会的话呢 那你这个分数就拿到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号码签 不可重复 这个就比较难了 也就是你产生的时候 乱数有可能重复 那你要怎么样 让它不重复 如果没有重复 打勾 但是如果你有重复 这分数就没有了 如果算一下比例的话 大概一提 等于是大概就扣个 十几分吧 所以你扣两个 它号码是不是介于 1到42 如果4的话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各位 如果是 就是1到9 有没有加个0 OK 如果有的话 那就这个分数有了 所以每个算一下 大概一提 大概就十 十二十三分吧 那一个一个有 OK 好 那请各位 第一个 先大概了解题目 第二个的话呢 做完之后 其实就类似像这样 我们就是在Eclipse 里面开发 你把它执行起来 这边上面有个执行 把它执行之后 在下方呢 就会产生出 我们要的结果 OK 这边的话 就是最后的一个样子 你可以在主控台里面看到 那这个档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 就有个JVD 我是用101 因为我们将来 如果用01的话 那第一题OK 可是第二题 还是01就挂掉了 所以我直接把它命名 成为JVD101好了 然后 再来就是说 我将来compile之后的东西 它也会在这里面 那怎么去把东西搬过去 我们最后再来讲 那怎么样设定Eclipse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把这个先关掉一下 那你们 当然可以从 我刚刚讲的Eclipse 关往上去抓 或者是说 将来在C点 因为我跟那个 帮忙考试那位老师 好像是吕老师吧 跟他讲说 帮我们放一个Eclipse 在C点 所以以后呢 你们直接在C点里面 会看到Eclipse 那因为它是免安装的 所以你直接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Eclipse之后的话 第二个工作区 这个工作区就是说 你将来 你要放在你的那个 哪个位置 我干脆放在C点底下好了 C点底下呢 假设我今天建一个叫斜线 C帽斜线 然后TQC Java的一个目录 按个确定 所有的东西 将来都会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按个确定好了 OK 那打开之后 因为很多同学 好像没有用过 这一个Eclipse 所以跳开来之后 请你把它按关闭 反正这个先通通把它取消 关闭取消 因为这个环境 它也可以开发Enjoy 所以你就先把它关掉 然后呢 欢迎使用这边XX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呢 就进到我们的那个 开发环境里面了 那目前是没有专案 所以你就档案里面 新建Java专案 这边的话呢 进到里面 把它全部关掉之后的话 然后新建 一个Java的专案 那这方面名称的话 你随便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你一样给它叫什么 TQC Java之类的 反正就是 类似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就是它的专案名称 然后按个完成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会产生那个 我们的一个新的专案了 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这里面 这等于是空白的 它会有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 里面会有个SRC 请你按右键 新建什么 新建一个类别 特别注意 点Java档 它就是一个类别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你按右键 产生一个类别 类别名称的话呢 我们直接给它一个名称 叫JVD好了 101好了 假设我今天呢 要产生一个JVD 就是101体的话 干脆前面就是JVD 101 然后呢 其他部分建议就是说 这个记得要打勾一下 您建立哪些方法 那因为预设的是一个Man 那如果说呢 当然你那个Man 你可以少打就少打了 你就慢慢打勾 它就自动帮你产生 如果你没打勾 你就要自己打 就Public State Static Void这个方法的名称叫Man 那你自己打OK啊 如果懒得打 你就只要打勾就可以了 它就自动帮你产生了 按完成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 101体我们要开发的这个 然后里面的话 都已经帮你写好了 它的class名称 就是叫JVD101 然后它里面会有个Man 其实程式就写在这个中间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要开始的 那后面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乐透彩 42个号码做好 然后按下一个什么 按下一个这个 这边有个执行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结果放在底下一个主控台 就完成这个练习了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因为我不太确定 你们对Ecalyptus 到底熟不熟了 反正记得就是 开起来 然后会有一个那个工作区 工作区部分的话 就类似像 你就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叫TQC Java 按确定 进去之后的话 关掉关掉 再记得 从这边先新建一个专案 再从专案里面的 Source上方 一般是会在Source这边 Source按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 类别 以后的话反正就是新建类别 新建类别 OK 类别里面记得 这个要打勾 名称的话就是JVD101 那也许101像我 比如说101题 我有好几种写法 那我可以加一个底线1 底线2 底线3 我可以一直写下去 每一种解法 看看哪一种 我觉得最OK 那我就用那种方法来写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了解一下这一题 另外的话 Eclipse 先把它那个 刚刚没有广播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